中美世贸会议对决 美日澳齐向中共开火 中国楼市全面速冻 价格战役触即发 刘鹤急忙喊话 史无前例 美国成功将朱胜植入人体 有望解决大难题 今报 日本真子公主在纽约找到工作了 年收入时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0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望违独报 我是Cherry 世界贸易组织WTO10月20日举行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会议 除美国提出针对中共的数项批评之外 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会上纷纷向中共开火 谴责中共不履行WTO承诺 对国企补贴问题 其产业政策扭曲竞争环境等 对此 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予以全盘否认 据路透社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八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 也是2018年以来 WTO又一次审视中共的贸易作为 美国驻WTO代办大卫·比斯比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比斯比在讲话中表示 不能忽视有关北京在多个行业采取强迫劳动的报道 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或解释 只是强调称 美国将寻求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 试图说服北京做出必要改变 对此 分析指出 比斯比的谈话是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首次就中国强迫劳动的问题在世贸组织发生 比斯比还指出 中共的产业政策扭曲竞争环境 对进口商品服务及其外国供应商不利 另外 中共还有许多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包括对国企的优惠待遇 设定数据限制 对知识产权执法不利和网络盗窃等做法 比斯比进一步指出 中国大陆在20年前加入WTO时 WTO成员期望中国加入议定书 中规定的条款将永远废除中共现有的政策和做法 但成员国的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 中共似乎没有改变的倾向 相反 加倍采取国家主导的非市场贸易方式 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的利益 比斯比还强调 华盛顿将采取一切手段 确保北京进行必要的改革 同时 澳洲和日本等其他成员国 也敦促北京继续推进改革 以实现更公平的市场竞争和透明度 据消息人士透露 澳大利亚敦促中方放弃 在20年前加入WTO时 被给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并表示北京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 其在世贸组织的承诺 日本则对北京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忧 并敦促其解决贸易扭曲措施 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 中方参加会谈的20人代表团 由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领队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说法称 王文涛在会上否认了各方谴责 并表示北京的基本政策是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同时 开放经济 深化改革 据悉 今年恰逢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 北京是否只愿意获得国际贸易的好处 却不履行自身当时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据中共国家统计局10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往年房市最好的9月 中国的房价持续降温 这是所谓经久饮食的黄金月份 自去年2月以来 房价第一次没有上涨 有分析认为 中国楼市在第四季度可能延续降温态势 来自70个大中城市房价统计数据显示 一二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数字停滞不前 三线城市出现近6年来首次下跌 而二手房市场的降温幅度则更大 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全面下滑 70个城市中新建住宅价格有36城市出现环比下跌 同时有52个城市的二手房价出现下跌 据称 这种情况多年来都非常罕见 数据还显示 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有27个 与8月份的46个相比 降幅近60% 这是中国去年疫情高峰以来的最低水平 对此 路透社引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的观点表示 房地产信贷收紧是市场全面速冻的最大原因 在第三季度 房贷同比减少了5100亿元人民币 热点城市包括华东 华南 楼市房贷排队现象非常严重 大大制约了楼市的成交量 据分析师预计 四季度全国大部分城市将进入明显的调整周期 楼市可能延续降温态势 在城江量冰冻影响下 价格战将开始出现 分析表示 中共政府担心房地产市场泡沫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因此在近期强化了对这个行业信贷发放的控制 力图将投机性资本驱逐出去 分析认为 多种控制措施对近期的购房需求的抑制作用已经显现出来 就在同一天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针对中国房产市场的现状做出表态 他表示 尽管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个别问题 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风险总体可控 在北京举行的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 刘鹤与书面方式进行了致辞 刘鹤在书面致辞中提到了货币政策调节 绿色低碳发展 加强科技监管与做好金融风险防控等内容 刘鹤在致辞中指出 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个别问题 但风险总体可控 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 他还指出 要统筹做好金融风险防控 实现防风险和稳发展的动态平衡 医学界近日又传来好消息 美国外科医生成功将猪肾移植到人体中 且不会立即引发免疫系统排斥反应 这个重大的进展将有助于缓解人体器官严重短缺的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 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进行的手术 医生使用的是一头基因已被改造的猪 其组织不再含有已知会引发几乎立即排斥反应的分子 研究人员表示接受移植的是一名脑死亡患者 有肾功能不全的现象 其家人同意在他停止生命之前进行实验 在为期三天的时间里 新的肾丧与患者的血管相连并在体外保存 便与研究人员随时监控 领导这项研究的移植外科医生蒙哥马利博士表示 移植肾功能的测试结果看起来非常正常 他指出与移植的人类肾脏相比 这个肾脏产生的尿液量和你预期的一样多 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未经改良的猪肾移植到 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体内会引起强烈的早期排异反应 而且蒙哥马利博士还指出 接受移植者的基杆水平在移植后恢复正常 这是反应肾功能状态的一个指标 根据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的数据 美国目前有近十万七千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其中超过九万人在等待肾脏移植 肾脏移植的等待时间平均为三到五年 据报道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研究使用动物器官进行移植的可能性 但在如何防止人体立即排斥的问题上受阻 蒙哥马利的团队推测 排除引发排斥的碳水化合物的猪基因可以防止这个问题 被称为Galsip的基因改造猪 由联合制咬公司旗下的Revivacore部门所培育 并于去年12月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可用作肉类过敏者的食物和人类治疗的潜在来源 纽约大学的肾移植实验可为晚期肾功能衰竭患者的试验 铺平道路或在未来一两年内进行 这些试验可能会测试该方法作为微重患者的短期解决方案 直到出现人类肾脏或作为永久性移植 蒙哥玛丽表示 目前的试验涉及单次移植 肾脏只保留了三天 因此任何未来的试验都可能会发现 需要克服的新障碍 受试者可能是接受人类肾脏的可能性低 且喜慎愈后不佳的患者 日本皇室真子公主将在本月26日 与大学同学小事归登记结婚 未来小两口将前往美国纽约生活 但不仅日本皇室连国民都很担心 真子公主在纽约的工作 不过现在有相关媒体人爆料 透露真子公主已经找到工作 她将会在相当著名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策展人 日媒女性资深报道 小事归赴美国深造三年 但同时也在暗自为结婚生活做准备 时隔三年后 她于10月18日首次和真子公主见面 并拜访了文人亲王夫妻 问候准岳父岳母 除两人婚姻纳事备受舆论关注外 真子公主未来的职场生活也是外界关心的焦点 日本宫内厅相关人员曾经透露 真子公主在9月之前都在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特任研究员 为了能活用自身专业及经验 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 另据一名住在纽约的日文记者爆料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相关人员透露称 真子公主的工作已经内定 她将在博物馆担任日本展览的策展人 年收入约为1500万日币 合约13万美元 为了确认该情报的真实性 日本媒体也亲自联络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不过负责人只回应称 目前没有真子公主的就业记录 但却没有提到未来的人事安排 该名记者指出 博物馆并没有公开招募日本展览的策展者 因此这似乎是特别聘用 记者也分析称 录取真子公主这件事对博物馆本身具有极大的好处 首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于日本皇室曾经结下缘分 1994年日本上皇夫妇曾出访美国 当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特地举办欢迎晚会来招待二人 费用全部由博物馆负担 这是博物馆相当重视日本皇室的证据 如果真子公主入职博物馆 日系企业对博物馆的捐赠会进一步增加 其次日本皇居内珍藏许多皇室相关美术品 如果真子公主担任博物馆的策展人 就有可能促进在当地进行特别展出 这对博物馆而言也是一大益处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